歡迎來到這個星期第二集的《香港人家書》 繼續有廣傳媒的何林某老總 和MHKTV的老惡和大家一起做節目 再次和大家抱歉 因為老惡的錄影機和我的錄音筆 出現了一些故障 慎防出戶外的時候 錄到慶高采烈 回去發覺所有的檔案就是窩可 何先生可能有另一個小朋友叫做窩 然後叫做窩可 我們在室內錄製的程度 不會和戶外有什麼分別的 希望大家明白 因為有好景 楊高普就要大家 我和老惡真是爭取任何機會出去 因為過了一個月之後 你想太陽出來了也挺難的 真的想太陽出來了 那時候真的很難 那時候真的要吃這個的養蔭丸 都出不了來了 沒錯 不下雨已經益你的了 還要太陽出來 那時候已經到了 我們又要教好 又要教萬鐘又成 今天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現在過了一百天宣誓 就是總統賴清德 就出現一些幾奇特色的一些說法 就是說大陸呢 中共要吞併台灣 統一大業 什麼中華復興夢 賴清德接受年代電視的獨家專訪的時候 就說 你都不是為了領土完整 你做完整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俄羅斯 以前蘇聯佩佔你的島地 不知道台灣了多少倍 你首先收回這些大清帝國的時候 給俄羅斯 以前的沙俄 拿了他們的領土 先拿回來 那叫海參威嗎 海參威是其中一個城市 那裡有N個海參威這麼大的地方 海參威等於北方的香港 還有黑核子島 我還記得是嗎 黑核子島 那個是珍寶島另一邊的 和海參威有 剛剛一個東一個西 最重要就是那個面積 我們以前看中國地圖 特別是在清朝 清朝末年的地圖 是一個海棠葉的 整個地圖 但是去到民國 特別去到蔣介石 30年代就變了國公雞 慘啊 那個雞背 雞的背部 是凹了下去的 是啊 全民戒雞 所以現在中國有五百萬的 這個聖工作者 是因為國運的問題 那些福地被人陀螺絲搶了 然後整個國家變成雞的形狀 所有人就是全民戒雞 是啊 你真是不相信風水 真的不行 是啊 是啊 普京還要踩到你的雞一腳 就走去那個雞的背部 那個蒙古共和國那裡 就是訪問 那我們做錄影訪問的時候 他得到盛大的歡迎 紅尾尖 那就擺明去蒙古共和國 就是向中共示威 我們找蒙古企兵來幫忙 那中國你不幫忙 蒙古共和國是中華民國到現在都沒有承認 當時叫做外蒙的獨立 是 是 現在就有個內蒙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但外蒙這一塊 就是今天蒙古共和國 其實是當時的 蘇聯的附庸國 是史太林 有心 叫這個老長的長腳 中華民國到今天去到台灣都沒有承認過 也都沒有承認過所有給沙俄、蘇聯 而是今天俄羅斯 那這三個朝代的人 的統治者 所掠奪的中國那些 那些數以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沒有承認過 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 就算喪失了給俄羅斯 或者當年的蘇聯 霸佔了那些所謂的中國領土 嚴格來說 也都不應該屬於中共 就是論資排輩 就應該是大清的 因為那些地方 都是當時那些什麼 魯爾哈赤啊 在後面狩獵啊 是吧 就是 這個地方來的 那你是滿清的根據地來的 如果我沒有搞錯 部分是滿清 就不是全部 是 還有 當時 賴清也說 在1858年 那時候 沙俄和大清簽過 愛輝條約 有些人讀愛運 是 但是我查過 在這個地名來說 就應該讀愛輝的 不要叫海外條約就可以了 海外都可以 他說這個愛輝條約所割出來的領土 你要快點拿回來啦 我做過一些資料研究 就是這些領土啊 今天給了俄羅斯霸佔的 應該是170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50個海南島 但是只不過這個是19世紀 後半月侵佔的 就不是全部 那再加上江澤民 在過去20幾年 跟那個 現在當然普京簽過 那些新的中俄物業 再加上去呢 就兩個時期合起來的領土 我看這個資料就說 共侵佔了中國領土 是500幾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15個日本 或者是164個台灣島 副業島原來都是 以前是大清帝國的 是啊 副業島 副業島後來好像打這個 沙俄戰爭 日俄戰爭的時候 割了給這個日本仔 都是好像 後來就被第二次大戰 被蘇聯佔領了 又搶了 那嚴格說呢 所有的大輸家 就是大清帝國 可不可以這樣說 那其實 到1911年之後 就民國成立了 那其實民國就應該要 承繼回 所有大清帝國的legacy 對不對 對 所以這些喪失的土地 應祖歸宗 因為現在大清沒有了 艾昇國羅都收了皮 那當然是去 中華民國那邊 都給到你中華人民共和匪國 對不對 包括台灣 是交回 戰後19450 是交回給中華民國 沒有錯 不是交回給中華人民共和匪國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匪國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匪國 是未成立的 在1949年才成立 人家在 在四年前 已經是中華民國 拿回台灣島 即是說 甲午戰爭 被日本割了去那個 所以 這些領土的繼承權 理論上 全部是中華民國繼承 滿清 對不對 對 我的看法就是 看賴清德那句話就很有趣了 賴清德就是叫你 自己不去拿回來 叫人家拿 是啊 你自己去拿 你拿就歸你的了 其實他們都不在乎這些島地 現在賴清德政府 他們的關心就是 TAI WAN 叫做台灣 是吧 我才知道你副業島 是吧 我才知道你什麼 海森威 或者是黑核子島 沒錯 我才知道你海森還是牛柏葉 我都不吃 你自己肯定要去 你喜歡就飽它 中共 你喜歡吃牛柏葉 或者海森的 識除專辯 是吧 你喜歡蠻的 什麼核子也好 白核子還是黑核子也好 你拿回去 沒問題 不在乎 因為他覺得 中華民國 不是在台灣 而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沒錯 這兩個字不同的 我們都差很遠 是啊 你這麼多地方你不去拿 你打我們 在地圖裡面 點點的地方 你是不是傻了 你快點去拿回去 那些是歸你的 不拿你就歸山的 是吧 怎麼算也算不合 這麼多土地 十幾個日本啊 大哥 你還不去拿回去 還有 面積 當然是一個概念 有幾多個日本 幾多個台灣 都有一個概念 大海森威一定要 最重要的是 物資 礦藏 還有很多天然資源 包括那些能源 天然氣也好 石油也好 就是那裡的地方 現在是等於荒廢 這些俄羅斯 這些國家 怎麼去開發 他現在要開發 他就不會打這個 烏克蘭了 他就想就手 拿人家既有的好處 那現在大清真就純粹推銷 喂 你打什麼台灣 你如果說要領土完整 你最重要 你自己上 最弱的了 他說現在普京最弱的了 你收回來 你是民族主義 復興大幕 馬上成立 是啊 是不是 你中國人爭辭 喂 你的海森威 第一又跟你中國 這麼多的商業 那些地方 其實海森威現在很多中國人 第一 第二 海森威也有一個軍港 你搞定了軍港 也可以制止了俄羅斯的南下 現在俄羅斯 把他都改為了名字 不是叫海森威 例如狐拉 迪克 很難讀的 你們這些解放軍 那些海軍 還要跟別人聯合參演 在自己的地方裡面 endorse 他們的海軍 正如日本皇軍 在你的灣仔裡面 你跑出來和他殺鬱 那樣 幾個肉酸 所以我覺得 習近平 比賴清德這樣說 就是插中他這個要害的 雖然這個說法 在很多中國的網民 其實都已經不是第一件事了 但是經過一個台灣總統 兜口兜面 擺明了 就有一點點叫陣 叫陣 不知叫陣 不是叫陣 就是肉麻 肉麻習近平 是漢奸來的 你 你對著我爹 你以前那些祖先的土地 你都不承認回來 不拿回來 你正式賣國 漢奸政權 這個賴清德都挺陰毒的 這招令到習近平 是沒有了合法性的 還有他第二件事說 台灣 不是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在台灣 而是台灣在中華民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這件事情 其實是不折不扣的 台獨的主張 你或者我叫台灣國 或者我叫中華民國 總之你那些卡拉的事情 關人什麼事 四個大字 我或者你在中共裡面 你那些事情 你怎麼發生 It's not my business I don't take care of it anymore I don't give a shit 沒錯 簡單的說 我理的就是在台灣 澎湖、金門、台灣島 這些地方裡面發生的事務 這個就是我要care的台灣人民 在這個土地上的 affairs 就是擺明已經是台獨的聲明 你吹我醬 但是還有上個月 台灣民主進步黨政府 現在宣佈放棄反攻大陸這個口號 正式宣佈放棄反攻大陸 即是說 大陸你是一邊一國 你有你的國家 我有我的國家 即是兩岸互不隸屬 這個切割已經很清晰了 我們再不追求什麼 中華民族統一大夢 我不拿回你大陸 倒回背後的意思 即是說 你都不要搞我們台灣 是啊 大家河水不犯井水 你有你的陽關路 我走我的獨木橋 是不是 這個賴清德這種政治智慧 已經是向國際人士說清楚 兩岸你就不要說什麼 好像什麼盧沙爺在法國那裡做 兩岸四五年到現在還是內戰狀態 我們是加內市還沒有結束的 你不要說這些東西 我根本就不認你是任何什麼隸屬關係 你就是你政府 就是兩個國家的事 當然是沒有簽和平條約 但是沒有簽和平條約 戰鬥到現在八十幾年 大家 大家都是相安無事 意思就是說 不會一時三一就會互食對方 第二 現在才能說清楚 我不反抗你大陸 就是你都沒有資格統一台灣 因為你看看你的土地 你比俄羅斯吃的那些土地 比台灣那麼大 你要修復台灣 要領土完整 首先那個雞 那個紅雞的背脊那塊 以至周圍那些紅雞的羽毛 以至於紅雞的頭頂的官 就是複業的那些 你有吉士 你拿回它 這個就是點中中共 那種民族主義 是用來自喊 用來欺騙那些大陸的民眾 他從來都不是民族主義 講到習近平就是賣國主義 就是漢奸政權 你跟俄羅斯 跟以前蘇聯走在一起 本身你就是 走狂漢奸賣國賊 就是利用別人來 赤化了中國 中華民國政權 顛覆了中華民國的政府 然後就成立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根本就是涉拒大陸 講清楚 就是蔣介石說 你是涉拒了大陸 真正的老祖宗 是中華民國 是承繼大清過來的 我才是靠 不過現在我不跟你爭拒 你又要把他 你才拿回來 你又不要打我了 這句這樣的說法 就講給台灣的民眾知道 台灣不是跟大陸 是完全切割 不是說不往來 不過如果要講統一 你搞定了 你跟俄羅斯各不先 因為過去的百幾二百年 侵略中國 霸佔中國最多的土地 是今天俄羅斯 昨天的蘇聯 完全沒有霸中國土地的 是美國 但是中共呢 最反的就是美國 最親的就是俄爹 認賊作父 沒有莫此為甚 是啊 今天這個標題都可以 真是賴清德 露罵習近平 認賊作父 你這樣拿了題目 我真的沒有了 我給多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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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 沒有卵蛋 不敢回應 是啊 沒有回應 反而 莫斯坊 艾加布告的發言人 沙卡諾娃 沙卡什麼哈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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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哈娃 不知道他什麼 以為 以為是卡娃娃 以為是卡娃娃 他說 喂 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我們俄羅斯聯邦 已經簽訂了很多條約 我們已經確定了兩邊 不會互相 不會互相 向對方拿回領土 我們已經 講好了 還插到你一招 踢爆你 所拳肉角 是不是 而都不可以拿回的 是 第二 如果有什麼事 都不是輪到你的邊緣 什麼賴清德 你沒有資格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去 講這件事 講都沒有資格 哇 這個沙卡諾娃 我們和中國的朋友 都是立場一致的 直接擺習近平上台 習近平你想不做漢奸 就不行了 人家莫斯科 代理發言 你去外交部 去了莫斯科 唉 老早 我有一個這單的新聞 我一聽 有時香港的媒體 不敢叫賴清德 做賴總統 只叫他做賴先生 還有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是啊 現在就像這個 剛才你說的 哇 青蛙 不知道什麼蛙 那些的說法 你沒資格 說話 你不是一個地區的地方 的領袖 叫做賴先生 但是這個勢 我就看得到 賴清德是很明顯 在外交 國際的視野上面 我覺得他比蔡英文更高一籌 懂得玩的 是啊 而且懂得四兩撥千斤 另外就是借力洗力 還有他看著我的目標 正式就是台灣重返聯絡國 他這種這樣的說法 就是再是要向國際發出一個很強烈的信號 用東西德模式 用南北韓模式來處理台灣 就最可當 就是說 台灣回到聯絡國 是不是一個不可想像 而是不能夠實現的夢 因為既然之前有東西德兩個政權 一起在聯絡國 為什麼中華民國 不可以在聯絡國呢 現在只差在美國那一刻 如果特朗普上台 就是承認台灣 就是把中華民國 當作建交 正式建立邦交 已經不是一個很遙遠的事 老闆 但是這個 當然我也想發生 我一直都覺得 因為中國要四分五裂 最好還有廣東國 香港國 新疆共和國 千萬不要有香港腳 不要有香港腳 福建人民自治區 天津直轄 這個市場 散到九彩 那我就最開心了 因為我覺得統一的中國 對中華民族是沒用的 因為大家都是死胡胡 沒用 另外一個問題想問 既然人家叫板 辱罵你認賊作乎 但是以習近平的戰狼的性格 和國外交部那些口交戰狼 現在為什麼出來反撲呢 為什麼沒有人 沾了水 潛了水 不出聲呢 老總 你怎麼看這一樣的東西呢 近來我們都知道 美國 就是拜登最後那個安全顧問 都走過去看看他們的風氣 我的個人的推演就是 叫習近平出來 但是拜登先生的口訊給你 一定是有這一樣東西的 這些口訊你一定聽不聽你吃虧 同時之間呢 就要看看你習近平的樣子死得了沒有 是不是生癌症 是不是五老七 是不是看你後腦那條巴 是啊 看看你的樣子是不是臉色蠟黃 捕你是不是這個艱難 我覺得背後有這個目的在這裡 一定有個口訊 叫習近平 你想怎樣怎樣 如果你怎樣怎樣 你就會怎樣怎樣 我覺得如果不是 不需要見面的 這個是很重大的口訊在背後 好了 是不是因為這個口訊給了這個腦閘之後 投鼠忌氣 而是他不敢去發揮 所以他一聲都不出 而另一件事情我自己的看法呢 叫人過去看他死得了沒有 我想在這個中三傳會 或者是中出傳會 裡面的問題是一定是出了一些的事 而這個習近平的地位 絕對是有受影響的 我同意的看法 習近平現在是在中共的系統裡面 已經不能夠再好像疫情之前那樣 作威作福 第二呢 黨內的不是制衡的 起碼有一股聲音就撐了出來 撐了出來當然是解放軍做代表 在中共來說不是軍就正的了 不是正就軍的了 黨是一個殼來的 是喝你去玩的 現在似乎呢 沙利文 這個國家安全部門 特意怎樣要見 這個沙利文 不是要見一個張又俠 張又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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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又俠很開心 最好是又張 肉舉環前 然後又俠 又張又俠 這件事情很開心 好像是AV片的情節 不是說什麼 老總 你真的經常這樣去想 我看到一些金魚 你要養個金魚沒有 金魚的嘴又開又吃紅蟲 我覺得很疑情的老總 那我真是抵挽了你了 對不起你 這個張又俠 就是軍人 背帶功 那個可能是推背圖裡面 有很多人就很清楚 副會說 張又俠的張字 就是那個公字 是的 那李強的強字 就是那個公字 沒有人來講的 我最印象的 就是張又俠 一見到沙利文 第一句 你要求要見我 喂 通常去探訪別人 到別人家裡 會不會特意 第一句就說 你要求我來找你 會不會這樣說話的 你覺不覺得這樣說話 你意有所知 是故意要說清楚 不是我想見你 是你找我 另外一個問題 你要求見我 還有一個點 都要老闆 准我見你 而老闆 連李強那些exposure 出鏡率 文章裡面提及 李強多少次都要嚴格管控 你這幫老闆 過來又要見我的年輕人 說見就見 我會不會不讓你見 還是老闆 都要老闆 嚇了頭 給這個又張又俠去見他 這下野智好野 你要見我 我現在見你 但是那個決定權在我手上 不是老闆 告訴不讓我見你 沒錯 老闆 是軍委主席 就是老闆 見了就夠了 理論上 這次是18年來沙利文 作為國家安全顧問 美國這個身份 是18年來的新紀錄 那就可以看出 美國都要摸清楚 究竟你軍裡面誰的主席 在實務上 現在張又俠很明顯 他的主席 一定比國防部長 董軍 董軍基本上是一個 傀儡來的 用來和外交 就是大家 說哈哈 大家做一些外交的禮儀 一些出席人的活動 國防部長是沒有實力的 他管不了軍隊 因為中共軍隊是黨控制 是黨衛軍來的 中共軍隊不是國防軍來的 和國家系統無關 是中共黨主席直接控制 所以黨主席還不是軍委主席 是軍委主席控制中共軍隊 董軍是不能控制軍隊 要打仗 不是人大 不像美國要國會 是軍委主席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會看到 這次賴清德這一招 這樣的方式 是對習近平 那個 統一台灣 提出了一個很嚴峻的 合法性的一個質疑 不是質疑 就是踢爆沒有合法性 第二呢 也都說清楚給國際 台灣很清晰 是不會跟你中共是同一個系統 你的系統就是另一個國家 就是一邊一國 就是將李登輝兩國論 發揮到臨離進支 那麼他簡直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他的最根本的 那個故事的基線 就是說互不提屬 就是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 就是等於中華民國和日本的關係 是兩個國家的問題 而第三件事 就是借這個機會裏面 暴露習近平的權力 是不是有不穩的這個情況 引蛇出動的這個做法 是 你看到外交部 現在暗春 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都暗春 其實都沒有得搏的 因為你一搏 就是 你用什麼搏呢 就是人家說出來一個很民族主義的 是呀 領土沒有吊失了 還有 中共說不得出口 就說 列寧在1917年10月革命之後 是講過 所有沙俄時代簽的不平等條約 都要撤銷 當然後來去到史太林 就反了覆徹 就沒有執行到 你的俄爹都說要撤銷不平等條約 後來史太林覆卓 就全部都不撤銷 所以現在變成俄羅斯 是全世界侵佔中國 令到最多的列強 唉 其實這個路襲 你要民族復興中國夢 你威給人家看鎮呼乾 不用吃偉哥的 你出兵 打俄斯 拿回你的土地 拿回海參 是不是 說真的 就行了 把牛柏葉 難怪海參這麼好吃 拿回海參 拿回牛柏葉 那你就搞定了 是不是 要講一些 他們做不到東西 我們一直自己催 實際上如果他們會做這些東西 就不是中共 中共是俄羅斯 是遭亂共產國際的兒子 也都是前蘇聯的兒子 怎麼會兒子打老爸呢 誰敢遺憶 就是共產國際那些 根本中共就是 當時蘇聯派來 要顛覆中國 由中國出發 變成了要赤化世界的橋橋堂堡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目標就不是 就是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現在要搞人類命運 要搞到全人類都是赤的世界 那美國 現在紐約州州長 兩任州長的幕僚 這位孫榮 被捉出來是中共的間諜 在十幾年 在美國去到紐約州 去到紐約州州長的辦公室 幫州長設定每天的 schedule 的人 原來是中共的特務 是兩夫妻 那就看一下 紐約不怪得這麼 紐約市到紐約州 原來就是有中共的人幫你代行歧視 幫你擋住台灣的那些官員去 去美國見州長 直接巴住 還有 現在FBI說 你直接是濫用職權 製造假信 去欺騙其他的單位 你是州長的幕僚 你是製造這些信 不是州長同意的 但是你就用州長的名義 去做些什麼 不做些什麼 哇 美國的州政府可以這麼 可以這麼亂七八糟 盧鶴 你覺不覺得紐約州 已經是東部大州來的 已經搞成這樣 人家藉進你的心臟 和傅作義的女兒 給中共搞定有什麼分別呢 沒辦法的 就是 我經常都說 就是 蘇聯 留下一些legacy 就是這個中共去成立 去繼承 但是 仍然有很多 就是那些養慕 社會主義的傻子 就是 在很多歐洲 或者美國 那些城市裡面 就是殖根了 那他們仍然都很覺得 這個社會主義 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附和這種的做法 那是心甘情願自己跪低的 就是 沒辦法的 就是 在這個書院派 在這個 傳理 communication 媒體 那方面 也有很多這些人 當他們拿了那個話語權的時候 知識形態 和思想 文化 那方面 都是走這個地方 所以你在美國的南部 和你在美國的東部 那些美國人好像兩種不同的人一樣 就是一個阻毒的侵害 和不同程度 那些阻毒入到他們的身體有多少 顯示出來的病徵 那我們現在 何時又不是 是嗎 不是 洪灣外交 是美國過去的大半個世紀 特別是戰後 是對美國最大的一個傷害 因為他沒有辦法認清敵人 而且是任由敵人在你家裡自出自入 把敵人當作朋友 經過現在很明顯 過去那十年 是由特朗普開始 就 反抬 發覺原來 整家垃圾 中共進來的那些 又不讓你逗留學生 發覺進來的那些 十個月八個都是來想 奪射 要在美國奪射 不過我們進入這個話題 奪射之外 那些小學生 那些加拿大小學生 吃午餐 吃午餐 都很多學問 有很多故事 我都看完這條新聞 覺得 老鱷 是不是你選這條新聞 是不是沒有什麼新聞 搞不搞 小學生 說被人家種族歧視 被人家圍觀 這樣就成為新聞 這些新聞 在一些華民媒體裏面 發布出來的 這個華民媒體 幸好老總 沒有跟他們共事過 所以呢 我為什麼選這單的新聞出來呢 就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在這些雞毛損皮呢 這些華民媒體呢 都會將它 就是無限擴大 擴大 然後搞到一些族群矛盾 是吧 這篇文章 就在明報 加西版 就看到的 那你說一些傻子 或者一些沒用大佬 去想事情的人呢 然後就將這些媒體 看完這些文章 就覺得整個加拿大裡面 你是外國人 你回去吃飯 或者煤菜蒸透肉 拿回去學校吃的時候 就會被同學去bully 那樣 那就很擔心 那些紙疾又會被外國人欺負 如此類 被本人欺負 那製造一些的族群 一些的緊張 那其實我就很坦白說 就是 你這個新聞出來 有兩個層次的看法 第一 你要明白到這個地方 不是你華人說了事 也不是華人 你自己真的餓了 我小弟真的在80年代裡面 曾經試過一劑的東西 我媽媽做了些蝦醬 我用蒸豬肉 我就愚蠢蠢 帶了我回到廚房 就去吃飯 而在微波爐 弄熱它的時候 那時候 很大味道 搞到我那個荷蘭人的 有沒有警鐘大響 沒有 Android Why are you eating 他完全是頂受不到那種的味道 那要開了實驗室裡面的抽空 抽空 那我就知道 原來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在我們口中裡面的 極品 美食 美食 在他們的眼中裡面 就是覺得很難吃 或者好像你們的華人去吃垃圾 那樣 其實當然我們要保留 我們自己的一個多餘文法 加拿大的憲法 也都容許我們有multiculturalism 大家保留我們自己的獨特性 在這個地方裡面 各自尋找自己的一個生活 但是同時之間 我們都要明白到 我們會 我們自己不可以 只是要靠 就是顧自己的一己之欲 而妄顧別人的一個利益的嘛 所以什麼叫做包容並濟 是吧 那你有些東西你不喜歡的 那我就在我自己的家裡面吃 是吧 我不要帶去public的吃 那這是很makes sense 那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文章裡面顯示了 那些小朋友 帶了一些便當啊 飯盒啊 媽媽很精心幫他做 嘩 又有煎魚 又有這個筍蝦 分分鐘做個螺絲粉 就死了 真的 那兒子很喜歡吃的 那為什麼回去給我和我做呢 那你就明白到 去到學校裡面的時候 就是 當然你有些什麼民族日啊 大家show and tell啊 那你可以用這個東西來講 但是你會發覺 如果在一個大的學校裡面 這個群體裡面呢 小朋友 就要找一個 大家的不同的一個 common denominator 你和他們各不同的時候 那怎麼合群呢 是吧 就是你要和他們 大家都是 如果大家都喜歡吃咖哩角的 或者大家喜歡吃pizza的 大家喜歡吃薯條的 那大家一起吃薯條 但是你連連連連連連拿出來 拿筷子出來 夾芋菜精豬肉 和做這個番茄炒蛋 那你就跟別人很不同 那別人就會覺得 那你吃什麼的東西 那你會覺得很different 為什麼你會這樣呢 為什麼你不和我們一起呢 就是這些事情呢 當然 你可以是會這樣去做 但是在小朋友的角度裡面呢 他們其實就是 大家都應該要有一個共同一致的性 大家都會覺得是 你和我之間是沒有太大的距離 只可以交心見到一個朋友 就不和你在一個地方裡面生活 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在一個學校裡面 有一個群體的生活 大家要學做群體的時候呢 大家就不可以太different 那還有 就是小孩子 就是說真的 大家都養過小朋友 你也知道有些小朋友的啦 你那些中國菜啊 或者是餃子啊 那樣東西啊 人家就是吃過麥當勞 或者吃過肯德基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小朋友 就這麼喜歡吃那些東西 就很難吃回頭的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你要搞個小朋友 就是不斷要他吃你的東西 帶回去 就會很容易 就是同學同學之間 什麼來的啊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不敢吃 我不可以share 那自然不敢去吃你的食物的時候 那你又有心裡面有一些難受 那與其是這樣 不如大家就 pick sandwich 其實都很簡單的 一隻雞蛋 一份三文治 有個 salad 那大家都是吃這些東西的 或者做意大利粉 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為什麼要標旗立議 又餃子 又免治牛肉 鍋蛋 又叉燒 又整個飯 又整個熱 真的很另類 那就是我覺得 你自己標旗立議了 而別人覺得奇怪的時候 你就覺得別人歧視你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值得大家去檢討一下 或者去探討一下 是 不過這個報道本身說 這些小學生 遭遇午餐羞辱 我覺得羞辱這個字很值得相確 你說那些人不明白 很好奇 或者是覺得另類 或者是異類都好 但是我覺得用羞辱這個字很主觀 就是你已經把別人的二樣眼光 就當作是歧視你 當作是一個敵對 當作是跟你洗不兩立 因為你看看訪問的那些數據 你會發現它是用字不當的 最常使孩子蒙羞的食物 是米飯 29% 咖喱 27% 燉肉 燉肉 或者是蔬菜 是 魚類 17% 喂 吃米飯那些 很多東亞裔 甚至西亞地區那些人 都是吃米飯的 所以說 因為米飯受到羞辱 我覺得 會不會調查本身那個 立義 用字 已經有些先日為主 還有一件事可以踢爆 這是以偏概傳的 是 只要你回去溫哥華的學校 無論你東溫或者西溫 是 你看看裡面的學生 是什麼人種 我告訴你 那些少數族裔是白人 而並不是南亞裔或者華裔 沒錯 沒錯 少數族裔 白人的漢堡包 是市內有的地方是少數 沒錯 你去西溫 你看看那些什麼 York House 什麼 Little Flower 華人佔大多數 然後你去東溫 譬如什麼 J.O.J. Oliver 那些 東兵那些 也是華人 印度裔佔大多數 你別歧視白人已經偷笑了 你明白嗎 除非白人族裔比較多 你可能去到Lenny 或者去到Delta Ebersport 那些地方就會多些 但是你去到Servi 也全部都是印度裔多的 不是啦 印度裔都吃飯的 是啊 是嗎 咖喱飯 你吃漢堡包 或者你吃熱狗 你就是另類的 我們大家一起做梅子 做豬肉 做叉燒 和滑蛋炒蝦 一起吃 你吃漢堡包 你另類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調查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這些華裔 東亞 菲律賓 原住民的受訪家 說孩子曾遇上 午餐收育問題的比率 是白人家庭的1.5倍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1.5倍不是很重要的 1.5倍就是1.5倍 我當你3倍 你想一下事情會不會發生 因為你在學校裏面 現在那些左膠的老師的教徒 嘩 你真是很高的 看清楚這個條例本身 根本就是想在這裡塑造一些 種族之間的不協調 甚至是種族歧視的氣氛 甚至將一些所謂diversity 是將它塑造成為一些白人欺凌一些新移民 我覺得這種報導本身 已經是帶有了一種 agenda setting的message 沒錯 就不是真報導 我也想請問你 你兒子在這裡長大 嫂子幫他準備午餐的時候 他有沒有帶過飯回去 還是你一早已經逼他吃三文治 熱狗 鬼島的東西呢? 兩樣都有 那他有沒有經歷過這種人 笑他吃飯那種問題呢? 沒有 從來沒有 從小學 小學當然不會帶飯 因為小學很近家 但是去到中學就會帶回去 有時候三文治 有時候也有一些中國人的食物 甚至試過餃子 沒有聽過這些東西 所以我聽到 午餐收肉 我以為午餐肉 沒有聽到 我聽到很詩異 就是我覺得 我講了一句話 就是踢爆了他 你去每一間學校裡面 你去看一些人去放學 是什麼族裔的人最多 是南亞裔 和華裔 和越南亞裔 加上是八成 是啊 我契仔那間 Cathric School 奔仔最多 華人第智 然後很少數就是 一些新的八種移民 嗯 所以現在問題是逆向歧視 現在不是 不是你少數族 是被白人歧視 我以前跟米基 米基裡面 華人是最多的 鬼仔 鬼妹就是佔大概三分一左右 然後就是南亞裔 和人奔裔 不是啦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調查本身 是不是就是 文不對題呢 就是這樣 我們不是完全否定歧視 千萬不要這樣 我相信一定有些事情發生 譬如你吃的東西 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真的做些蝦醬青豬肉 哇 好痛啊 你做一碟螺絲粉 哇 那你一定會有機會 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 逢是華人拿出來吃的時候 就會被人歧視 再者 在溫哥華裡面 你問 現在見那些白人 拿筷子 正宗過你們這些小明星 不要開玩笑 真是 沒錯 教你回頭 他們拿筷子 真的 真的拿得很帥 不像你那些 插沙 插兵 那些小明星 李老永 真的見他們拿筷子 豈有此理 連鬼仔都會拿筷子 拿你們這些小明星 真是怎麼教 真是火都來 是不是 喂 他們去吃餃子 吃壽司 吃飯 他們最主動的吃拉麵 喂 我真的看不到 你是哪一塊 你說 如果你說的是亞省 薩斯卡甫 Edmonton Winnipeg 這個我真的可能會相信 因為那些真是 小見樹木多見人群 不是 小見人群多見樹木 是吧 但是你在BC省 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來的 不知道 這個調查本身是怪怪的 真的跟你 一看完之後 現在才疑鬥初開了 然後才知道 原來你有身為挑戰我智慧 幸好我都不欲使命 是 跟著杜魯多 為了選舉 就把外樓的數量 我們講過 大夠數量 因為最初 就說樓學生 整高了加拿大樓價 現在就說外樓 令到我們 那些人就沒有工作 就是那些人工就降低 是 現在出現了大廚 大廚 當然是中餐 年紀 就 就是老齡化 你也知道這些廚師 那些是終身製的 那 加拿大 中式菜館 會不會有清雲不接 搞到 我們那些中餐 第一 味道沒有這麼好 第二 中餐館越來越少 會不會這麼大 我已經覺得 溫哥華的中菜 已經不好吃了 認真的 和我80年代在這裡長大的中菜 是兩馬子的事 那原因是為什麼呢 在80年代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第一次 來加拿大的移民潮 即是97前途談判 97前途談判 80年代的時候 再加上89年的 這個溫哥華的Expo之後 很多香港的移民就來了 也有很多的太空人去湧現 也有些人移民的時候 因為看到大量的香港的移民湧入 也有花錢 也有很多優質的粵菜 興起 連詹培忠很喜歡那間的佳寧娜 都直接在溫哥華裡面開過 他的潮州菜都挺好的 不差的 當時就招聘了很多香港的廚師 過來 順便幫他搞了移民 嗯 當時這些加拿大的粵菜 尤其是有些好的 一些在港式粵菜的師傅來了之後 加上加拿大好的一些食材 其實說真的 我當時我覺得 在溫哥華吃的粵菜 是比香港更加好 吃得健康 而且味道又保存到正宗的粵菜 這個味道 那好啦 那時而石 90年代 2000年之後 大量的中國移民 這個湧入 那而港式的一些粵菜 隨著這些大量的中國移民 這些湧入 就不太適合他們的胃口了 那他們要找回一些大陸人 做廚師的一些中國菜的餐館 甚至沒有粵菜 第一種粵菜就是廣州粵菜 或者深圳粵菜 而他們common的地方 大陸化的粵菜 沒錯 那是赤化的粵菜 那這個呢 你還沒吃到第三樣菜 你已經 扯了蝦的味精 好像不用錢 那樣 那些味精多到不得了 頂不順的 那是好像很好吃啊 就是很好口 死鹹大爛重味精 吃完之後呢 就包你三高 膽固醇糖 血糖和血壓高 是不是 就是你這些 真的不是很想吃東西 那而香港的移民呢 亦都是八十年代過來的時候 都三十年了 當年四十歲 現在都七十歲了 以前吃兩碗飯 現在半碗飯都吃不下 那就減少了出去 也都令到一些香港港式的粵菜 就開始吃味了 那現在剩下的 大部分呢 都是大陸的移民過來開 又或者是一些 僅存上一代移民過來開的 港式的粵菜 一些老一些的 這些字號 就做回一些 譬如我們第二代的一些華人 就是上一輩 上一輩就跟老爸和爺 來吃 那現在就大概會吃 一些很老牌的粵菜 但是一開始都越來越吃味了 那好了 那現在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你又要不給他的外奴 換句話說 我更加難找到這些師傅 所以換句話說 我自己的 接班人就不要黃劍了 是啊 真的會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但是 heaven said that 我覺得現在 所有杜魯多政府 限制什麼國際的臨時工啊 或者一些contract staff 如此類的 都是政治上面的一些把戲 是為了他的選情 要做的事情出來 就是臨時性的 臨時性的 也都是很老實講 你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或者你請一些人 我真的有一個 的urge 有一個need 我真的請不到 我一定要請一個大廚過來的時候 其實他只要是合乎資格 而我真的登的報紙也請不到 我也有證明 也有證明 其實你是應該要讓他們請過來的 對 對 這些是 沒有辦法在本地填充得到的 又隨手得到的人才 你一定要靠外勞的 這些 香港叫做專才 專才來的這些 這個呢 我的看法就是一些政治的打氣 一些門面 一些房子 又玩民粹 玩民粹 是的 基本上 說真的 唉 你餐飲業 我還是說一句 一直以來 不是你請了外勞 這些本地的年輕人想做 你要明白到 現在這些年輕人 在那些baby boomer 的養大 他們之下 正宗是好食懶做 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這種的舊經濟 其實這種的年輕人 是不喜歡的 現在這些年輕人 哇 要他們生死生老整天 是啊 他們要用簡單的一個方法 躺平地去賺錢 是吧 就是他們正在走這一樣的事情 你真的下手下腳去做 我四五個小時 我在家裡做 又不用省車費 又不用給車費 又不用給食用的錢 是吧 分分鐘我在網上賺的錢 都更多 是吧 我為什麼要走出來 要這麼辛苦呢 是吧 就是有一些問題就是 你沒有辦法 有些的工種 是吸引了本地的人 去做這些工種的 甚至沒有 我聽說很多的餐飲業的朋友 你要請那些大廚 或者請那些侍應 可以 你全部都cash pay 為什麼要cash pay 第一 我不需要給稅 第二 我就make sure 我一定要收到的錢 還要日清 你就是每個老闆 每一天就是回去 抬搭cash回來 柱做完了 今天多少錢 給錢 或者幾個洗碗 幾桌 全部都是這樣給錢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也可以省回 個人的入息稅 不用給聯幹政府 去抽了它 喂 大家都在這裡 其實這是一個很難的 招聘人手的問題 對 你再說要不給 其實基本上是不能做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是一個短暫的做法來的 因為說真的 我覺得如果利松商的政黨 如果上了牆的時候 就不會做這麼愚蠢的事情 你自己玩死自己的 沒錯 如果你真的要一個小政府 這些是交給市場的決定 市場需要人才 你本國沒有 就自然是要向外求 這個全世界的國家都是這樣做的 包括香港 是啊 也都不關你移民的數量的多寡 所以 你都看到杜魯多 你同意我講法嗎 老總 我同意 杜魯多是無路可逃的 所以又找這些外來的 就是把那些問題外勞化 如果不是移民呢 如果不是劉學生呢 就當然是你們這些這樣的 就是 是啦 你們是來搞到我們經濟不好 就將 將你們 弱勢社群做剃罪 這個很 這個很離譜的 這個政府本身不見到自己的政策 不見到自己根本所講的那些 開的支票有多少張空頭 就將那些責任推卸在一些外來的人手上 如果再讓他再做下去呢 也都不會改善 加拿大真的可以 真的絕對不必 加拿大叫做躺平大 你只要清晰些去了解 新的Generation 那種做事的態度 他們想用些什麼工種 特別在大城市裡面那些年輕人 你真的見到呢 因為他們家裡好吃好住 不想做一些這樣的 厭惡性的這種行業 所以你招聘這些人才就是很困難的 你要繼續他再營運下去呢 你只有是 有一些的新移民才可以去做到 譬如我們見大量的墨西哥人 去做一些的餐飲業 是不是 我們見到印度裔的朋友 去做這件事情 你有幾可 就是除了白人 他們真的會做一些 提示比較高 或者那個餐廳那個格調 比較高尚的一些地方之下 這些平民化 中線或者低檔次的 這些的餐飲業 就是我們講的印度菜 或者是泰國菜 越南菜 中國菜 其實你是清一色 一定是請回少數族裔的人 去自己做的 因為工資那方面 他們無法配合 一來是工資 二來你是 那些菜本身 不懂得做 不懂得做 做到都不是那些味道 是啊 難道你又吃回那些 咕嚕肉啊 雜碎這些 已經過了很久了 半世紀以前 是屬於華工時代的雜碎 不要再說這些了 當然 加拿大都還有這些店 而這些這樣的品味 這樣的口味招來 擺明是做一些 不是你們香港現在做的那些原菜 就是做回本地化 又鬼佬化了的一種 就是中菜 當然這些是少數 但是最重要的是現在移民多了 不可能再集稅化了 是啊 喂 講一道路多 再說一說 他自己 現在說 有46億加元的欠稅 要註銷 加拿大稅務局 就是說 永遠追不到 就是爛賬 精來壞賬 49億 大哥 我覺得他是自己挖個服務 自己跳下去 這些這樣的東西 你搶回來 你拿出來威水 就是一件好事 而你自己自己揭起的群體 給別人看你沒有穿內褲 就是一件蠢事 是不是 很明顯你沒有穿內褲 你就拿那個群體給別人去搗一搗 你是不是真的虧了底 你現在你說 一定要裙 一定要裙的嗎 褲也可以的 褲也可以的 你自己收不到那49億 你告訴我 我收不到那49億 那你是不是 低能沒什麼用的 垃圾政府 我是選民的 哇 哇 政府這麼XXXYZX的 是吧 到最後就是其他那些 那些無高高的納稅人要填數 不是啦 你是要威給別人看的 哪個逃稅呀 49億呀 我追到他天腳底呀 調他在這個pacific place pacific pacific那裡 又或者在那個cn tower裡面 全部拿出來問調 你看看多重要 給不給我真的抄家 那你才是威風的啊 大哥 對嗎 唉 似乎 臨近大選呢 就是杜魯多這些 所謂的 赤都那些東西呢 就越來越多走出來 不知道是那些傳媒 配合 競選氣氛 讓大家多一些機會 考慮一下 是否繼續選啊 杜魯多 給大家 那些傳媒都好像作句反 端竭一些政府的那些 壞事出來 是啊 還有另外一個issue呢 就是這個呢 也都不是第一天的問題來的 那很簡單啦 就是我們作為華裔的族群 哪間餐廳 收現金 是吧 哪間餐廳 出現金糧 我們怎會不知道呢 是吧 你只要抓過華人的線報 帶他去列治民走個圈 你就知道哪間餐廳 是吧 是吧 但是我 要不要舉報啊 你派一個 巨音七大臣來這裡 玩幾天吃幾天 你已經吃到你 四十九億 四百九億 我都幫你追回來 其實簡單點說 整個列治民 有哪間餐廳 你只要查就能查到 但是你的稅務局的CPA 有沒有做過任何的事情 CPA CPA 有沒有做過任何的事情 沒有 但是他 我們說過呢 他佔的公務員的人數 是這麼多公務員單位裡面最多的 差不多六萬人 就是了 做些這樣的事情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統計局 也都突然搞這麼多人出來 是不是 真的要減勇員 是 Execution 但是 是不是 就是很簡單 我講真的 我要庫房 找些錢 不要說那麼多 我就去安大律省 華人的社區裡面 我去你這個 列治民的華人的社區裡面 撐你那些傢伙的腳骨 大把錢可以追回來 然後再抓你那些廣東人 開的那些裝修公司 看你那些地產佬 是不是 真的要搞你們 大把錢掉進袋 你們不做而已 是不是 要做就得罪選民 他又不想 又不想你不投票 問題是 你對政府不住 我也要殺雞儆猴 誰要不交稅 這些就是下場 你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沒有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還有問題是交稅天空地道 是不是 你只可以 為什麼政黨的稅制這麼高 我們又要選一個 稅制低一點的政黨 因為他就是黃道的 大家只可以合作長久的 如果大家都不交稅 又或者 之後帶一條道理講 我交了稅之後 他養了一些難民 然後搞一些恐怖突襲 是不是 又搞一些 新小雨事件 是不是 又多一些 波車 我為什麼要拿錢 要養這些人 那你就拿你的選票 去送他們走 這些政黨 不是用在你身上 是不是 其實的事情 你不可以 因為國家的政黨 不對 而你不交稅 沒錯 不是 任何政黨上台 都不應該作為一個 以政黨為一個 借口 這個跟政黨無關 交稅就是天空地道 天空地義的事情 跟政黨哪個執政無關 那這個就 看看杜魯多 現在 之前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看到這條片 他去那個建築地盤那裏 是想跟一些工人握手的 沒有人收他 直接走開 你沒有做過好事 你沒有做過事 走開 他會送一些 pizza給他們吃 是的 謝謝你 然後就罵他 一句 我現在做事 又交稅 又四十幾% 說明是四十幾% 但是 我發覺你沒有做事 所以你說 我說不 然後 杜魯多做事 做事 拉個手給他 他就說 走開了 那個工人 帶著 建築地盤 帶著 頭盔 我覺得他很無人 你自由黨 那些公關 應該要跟這個 習近平 為什麽事先不做 妹妹做好先 當然 你先做妹妹 你自己不是不知道 你自己黑人真 那些建築工人 也是公安 判頭也是公安 是吧 推石屎 也是公安 這才可以的 這也證明杜魯多很真誠 是 不要像共產黨 他蠢而已 他不是壞 他蠢而已 自身低 共產黨又蠢又壞 是啊 沒錯 你這方面 要關注杜魯多 還有少少 你還有少少良知 沒有 先做一件事來 帶龍蜂來 騙我和老奧的眼球 相信你 原來如此受歡迎 其實你如果只有 一個華裔的族群 去逃稅 印度裔的又怎會少 是吧 真是很簡單 做一個工程 你給現金 有很多人出來做 更便宜些給你 這些是你給街市的 那問題就是 你的稅制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是 為什麼人不去逃稅呢 他也不想犯法 逃稅 我們沒有意思說 只限於華裔 這個逃稅 是全國現象來的 全國現象 但是你的稅機真的有問題 而你花的錢 真的花錯了地方 是不是 那些錢不是讓人可以 我給心點 勤力點 我得到更加多的回報 而是給那個12% 所以 好像香港那時候 大家很開心 繼續去賺多些錢 你打我15% 所以我就是 樂於給你的 你不是的 49% 怎麼給啊 大哥 唉 那要給選民 這裏 就越給得多 那些人 怎麼會去 更加大的責任呢 是啊 你都說過很多 就是讀書讀得多 收入反而少 好像懲罰 用個 用個時薪來懲罰 那些 真正投資 長時間讀那些專門 學 就是專業技術的人 包括醫生 這個應該是現實來的 這個 這個社會是好像 掌揽情勤 嗯 好 來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 謝謝各位收看 記得 留意一下之前 按個like CLS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下星期見 多謝你 多謝我 拜拜